大家看到美国总统拜登目前正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法国总统马克宏昨天8号在隆重的军礼来迎接拜登 双方还发表了联合的声明 强调美法两国在俄乌中东经济的议题上的团结 马克宏在巴黎凯旋门以军礼欢迎拜登 两国元首在法国总统府召开大约16分钟的联合记者会 但没有接受记者的提问 而拜登随后在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印太自由航行 透明治理 公正贸易等等的议题 似乎就是来针对中国大陆 而以巴战争的最新消息 以色列军方周六成功从加萨救出了四名的人质 这些获救的人质是去年10月7号的音乐节 遭到了哈马斯挟持至今的三男一女 年龄介于21到40岁之间 而他们已经接受了身体的检查 健康状况非常良好 其中获释的女子阿加玛尼 是以色列跟大陆的混血 当时她遭到了哈马斯的挟持 大声的求救的模样也震惊了全球 而如今她终于是获释 跟家人团聚相应的画面也曝光了 真的是令人感动 而以色列军方在八号宣布 从加萨救出了四名 遭到哈马斯绑架的人质 以色列电视台 电视台随后播放的画面也看到诺雅的父亲 在一辆救护车的旁边 在得知女儿获释的消息瞬间 也激动得高举双手 情绪是非常激动 需要一旁的亲属来安抚 而另一头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遗述的海滩上 也有救生员兴奋地对度假民众 用大声宫来宣布 以色列的人质获释的消息 这瞬间引起了民众的欢呼声 并且激动地说 希望有更多的好消息到来 而数十名前美国国会的员工 因为不满拜登政府的以哈政策 而集体请辞 而CNN的报道就指出 不少辞职的员工就表示 以色列故意阻扰对加萨的国际援助 官方报告中劝从未指责以色列 导致为政府工作的员工良心不安 希望从墙外能将真相给公开说出来 施压拜登政府改变现有的以哈政策 以色列空袭把加萨一处学校炸成废墟 成为最新悲剧 一天之后联合国将以色列军方 列入全球侵犯儿童罪犯的黑名单 以色列官员尽管丢脸 却指责联合国的决定相当可耻 将影响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 但是以色列对加萨的无差别攻击 连一向停以色列的美国都开始出现分歧 有国会员工看不下去 政府以哈政策而辞职爆料 希望在体制外努力施压拜登政府改变政策 有官方的数据显示 以色列蓄意阻碍人道救援物资前进加萨 但是同一份报告最后又画风一转 称错不在以色列 这让前国会员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由于美国国内挺拔反战的声浪日益壮大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为了平息反对的舆论 即将第四度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就以色列在加萨对哈马斯恐怖分子的作战过程 做呈现事实的报告 不过CNN报道也指出 拜登挺以色列的立场 延然已经成为他竞选连任的政治负担 尤其是在关键的摇摆州很难赢得民心 记者孙怡珍报道 父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